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课外实习项目的含金量如何 说到这个课外活动 万博士我真的是要来好好听你讲一讲 就是课外活动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很多的高中生来说 包括每一个学校的俱乐部 都是像这个Arcadia High那边 都有上百个 反正就是很多的俱乐部 所以这些都算是他们课外的一个活动的项目 但是其实对于大学的这个申请来说 有一些项目是有含金量的 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所以在选择上 你会给出大家怎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的 那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 这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家长在问我 万老师 我这边又从小段消息 反正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说这个课外活动要精 有一个能够弄得很深入就好了 是不是弄一些乱七八糟的 没什么用 是不是 所以这个包括这里边课外活动 我泛指包括义工 我也包括在里边 好吧 也包括在里边 是 那么他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到底是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重要 是不是 那么其实说的这个聪明一点 应该是数量质量都重要 是吧 所以这个所以你就有一个选择 你既要选择你一两项可以持之以恒的东西 你又要选择一些个相对比较宽泛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呢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咱们一句俗话 鸡蛋里挑骨头是吧 那这个如果申请人多了 那么他自然而然的话 他就要挑你 是不是这儿挑问题 那儿要挑问题 他来进行一个对比 来一个衡量 那么你活动做的太散了 每个活动都只做一两天 一个星期就没有了 那人家就说了 那你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是吧 那你应该 你应该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你这个感觉全是走马观化 是不是 那另外一种人 他可能就一共就一个活动 是不是 那就是说 那你这个爱心太有局限性了 是吧 你又没有广度 是不是 所以呢 那其实任何事情呢 并没有绝对 所以我 其实大家知道我的风格 我是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 说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尽量做的圆滑一点 什么叫圆滑呀 是不是 你就是左右逢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大学申请的整个文件 寄出去之后 你并不是说 每一个学校都特别个性化 单独的地的 因为比如说 尤其是本科申请 大部分是走一个申请系统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申请哈佛用的是这个东西 你申请纽约大学用的是这个东西 你申请UCLA 那当然UCLA不太一样了 大部分私校 他用的是一套申请系统 所以你怎么在这一套申请文件里面 能适合所有学校的风格呢 有些学校说 我喜欢看到你持之以恒 有些学校说 我可以看到你广度 那怎么办 那你就是两个你都要结合到你去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你既要选一两项 能够持之以恒的 你既要又要弄一些个有广度的东西 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是比较左右逢远的 这么一种性化了 那么这个课外活动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我其实跟大家说过 那么这是申请表里这一项 那有些申请表里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 10项 10个空杆你可以添 对 这10个空杆 当然了人家没有说你必须添满 是不是 那这就是你一个策略的问题了 你怎么安排好 这10项你是只添一项 你还是添10项 你添一项 那你是做了10年 还是就做了一天 你添了10项 是每项只做了一个星期 还是其中有两三项 你是做了两三年 是不是 那这个是给 每个人不一样的观感 当然了 没人说 并不是说你添一项 或者说你一项都不添 这申请就不让你提交 必须得添10项 或者必须得添一项 没有 你不添人家也让你提交交申请 那你那就空着呗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申请 表面上有些家长说 这个申请表 那就是一个表格 我就让你给我弄弄文书就行了 其实每一项里面 都是有些小技巧 小方法的 是不是 你自己作为一个统筹大局的一个人 你这个表天的什么样 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你一个工作能力 学习能力的一个判断 是吧 所以这个的话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为什么学校要看你的 义工领导力实习 包括刚才说的 这些个 科研背景提升这些东西 是吧 其实呢就是要在课外 你GPV之外 看到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是吧 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他是一个勇于挑战的人 都是可以通过这些个 这个 义工啊 领导力啊 实习啊 体现出来的 对 而且 那么有一些学校呢 你不仅要写这个你干了什么 你还要一个简短的描述 你具体干了什么 你是担任了领导角色 你还是当到了普通角色 你是干了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定的创新性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个呢 都是需要你好好琢磨来弄的 是吧 所以呢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天表过程中 或者说是你在设计自己要做什么样的 课外实习义工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自己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了 我说的目的是指大学申请 怎么完成这个申请表 我之前跟家长聊过 是吧 我的目的很直接 我让你做一切的事情 都是以怎么完成大学申请表 对 让你这个大学申请更漂亮为目的 当然了 从大学的维度 那它更重要的一点是 真的是想让你有培养你 服务社会有爱心的这种精神 是吧 我不否认 那当然了 我是搞这行的 我就做的极端一点 你既能够把大学申请做了 你也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爱心 为这个你周围的社区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是一箭双雕 那是好事 对 好吧 所以就是说课外活动 这个其实之前 万博士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 怎么讲 非常个个人化的一个东西 因为每个孩子 他的这个专长不一样 他可能感兴趣的这个领域也不太一样 所以最终他怎么样来选择 自己的课外活动是不一样的 而且听刚才万博士的意思说 就是说并不是说一个项目研究的很深 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含金量高的 这样的一个课外活动 只要分学校 所以这个真是太多复杂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问一下万博士应该怎么样来做 所以文美集团 他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华人的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在这方面相信可以帮助到大家 他们主营的是大学的这个申请规划 刚才万博士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呢SATACT的这个标画考试 他们也有培训的服务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辅导也是有相关的服务 那么也是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交流 这个文美集团开通了微信群 欢迎大家呢扫码进群 如果是不方便扫码的话呢 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期间呢 左下角呢也有文美客服的二维码和微信号 微信号非常好记 就是文美集团的全聘音 欢迎大家直接加客服的微信来咨询 今天谢谢万博士的分享 辛苦您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记得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每期时间的周五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那么在这里一定会得到 通过万博士的这个讲解 你一定会得到您所需要的 有关美国升学的所有的信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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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下期见 通过万博士的订阅 我们下期见 字幕提供